主席科同誠,請教一下部長 張部長,請 部長,我先就一些概念上 跟部長就教 就是說,現在大概 我們所有的公務人員的 退休的所得替代的計算 除了純粹、純舊制 還有新舊制雜種 也就是說,84年 有月退之後 併記舊制的年制 另外一個是全新的 一個新制的年制 裡面,這個最有利的 大概是大家現在 其實是爭議最大的 有併記新舊制年制 所得替代率過高的問題 84年以後的 簡單,我大概也試算了一下 五七九指等相關的 這個,這個,所得替代率 平均啦,大概都是大概 一百,一百一,一百 想要跟現有的這個領的這個 新制來做比較 大概都超過一百,大概到一百左右 換句話說,不管如何 他這個所得替代率的計算還是 少數人會超過一百 對,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最高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還是這個部分要救教一下這個部長 好啦,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對不對,我們現在公保的一個修法 我們考試院也送到我們的 立法院來 其中,在第二十條裡面 有設計一個所謂的這個超額年金 也就是說 當你這個所得替代率超過八成 那相關的這個有關年金的這個給付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會 就他原來有他自己有出錢的這個部分 那要給嘛 所以我們概念上就把超過的這個部分 打一個折扣,比如說大概是 按照草案的一個規定大概是百分之六十五的這個部分 那其中裡面的百分之三十五 要回饋給退伍基金 作為支應新的這個退休人員 新的這個相關的這個退休金的一個支出 沒有錯吧 不是,不是這樣的 來,來,來,來 我說概念上就好啦 那個百分之三十五是直接從給被保險的部分扣下來 對,就給他嘛 對 你那個要給他,他繳的你要給他嘛 三十五扣下來不給當事人 實際上他只有拿六十五% 對 所以他拿六十五%,那三十五個%你拿去哪裡 他個人 對 就是個人本來要繳出來的,不需要繳出來 你就扣掉嘛 對 對不對 所以你六十五的%是給誰 六十五%就是給那個當事人 對 那這六十五%是由政府跟雇主各負擔一半 對 所以這個各負擔一半的部分 不然你政府的部分你就不處理嘛 對不對 給他的部分還是照給嘛 對 沒有錯嘛 那你把他扣下來這些錢跑去哪裡 還是跑到退伍基金 扣下來是個人應該繳的 對 不要讓他繳 只是這樣而已 對啊,你也不讓他繳嘛 對 所以他進去這個退伍基金這個錢 你就不用再來啊 啊 存在的部分一半一半嘛 對不對 沒有不對嘛 所以 這個部長 在概念上 他概念上還是說 這個還是一個打折嘛 對不對 你原來公保照 我們公保條例給的 超額的這個部分 你還是要打折嘛 那這個是為什麼 所以為了說我們整個退伍基金的一個規模 跟整個一個未來 新 退休,未來退休的這個人 的相關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們還會有 超額年金 超過的部分要打折嘛 我跟承委 這是公保準備金 跟退伍金沒關係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要就叫部長 就是說 那這個部分 這個 繳這種超額年金 這個 他不能繳 這個有沒有違反信賴保護的原則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這個沒有嘛 有沒有 沒有 那什麼情況 你認為說是有違反信賴保護的 就公保的這個規定 沒有嘛 你們新的修法 都沒有 公保不會 退伍會有 所以 那個部長 這個部分 我還是要回歸到說 現有的這個我們整個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我們是在民國84年 改成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提波制嘛 對不對 84年以前是 恩幾制嘛 是的 沒有錯嘛 對不對 那什麼叫恩幾制 什麼叫提波制 這個 這個部長 你能不能解釋一下 對 所有恩幾制 所有軍公交人的退休金 全部由政府編列年度預算 去支印了 所以 提波制的話 就是由 政府 跟投保人 共同 對出嘛 對不對 按一定的這個比例來支印 對不對 所以 按照 這個原則 你當時政府編列預算 是屬於恩幾制 是因為政府有錢 那我給退休金 有多少 我的政府財政的負擔 有多少 那我就多給 政府有錢的時候 就多給嘛 對不對 政府有錢 你當然要給啊 對不對 那政府財政有困難的時候 怎麼處理 所以在我印象當中 這個這個 我跟陳委員報告 這是就是公務員的退休金 如果當之恩幾制的話 這是必須要依法的支出 實際上政府 在編列 在籌編預算 資源分配的時候 他必須要優先編列的 在我的印象當中 從來沒有說編不住的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政府跟公務員之間的 權利的義務關係嘛 對不對 我政府 我今天我政府的 財政狀況比較好 那我也考量說 未來幾年的這個整體的 經濟發展的 政府的一個預算的一個規模 那我就給他多少 所以我是僱 政府是僱主嘛 那我這個公司 如果要錢 沒有錢的時候 對不對 我當然對於我的僱員 或者是說我對於相關的這個公務員 這個當然我能力不足的時候 我當然這個部分我要想辦法 我當然要盡到我僱主的責任 但是這個部分 既然它是屬於 所謂的這個恩幾制 不是屬於提波制 相對的來講 這個僱員它沒有 這個我們的公務員它沒有提 提波相對的一個比例 那是完全由政府負擔的情況 那當然要考量到說 整體國家財政的一個負擔 我說概念上 所以你就是18% 你當時為什麼給他18% 對不對 他有他時代的背景嘛 對不對 所以18%的概念是說 我財政狀況比較好的時候 我給你多給你一點嘛 對不對 那一開始我財政狀況不好嘛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你當時不是一開始就 所謂的這個18%的一個比例 你是計算 銀行的差額利息的負擔 開始來做一個 起算的一個基準 對不對 所以簡單講 18%的概念上 我的財政狀況好的時候 我給18%嘛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一開始我當時狀況不好的時候 我給比較少 所以這個跟所謂的信貸保護原則一點相關都沒有 所以我的概念是說 你既然是屬於N幾制 是國家給予公務人員退休照顧的一種福利 那當然你必須是考量到總體的 18%的一個財政的一個狀況的負擔嘛 對不對 所以18%不是不能動嘛 18%可以動嘛 尤其是屬於舊制年制的那個部分 這個我們這個呂次長也同意嘛 對不對 所以18%可以動 不是不能動 不管是透過 所以在我今天報告裡面 我已經把18%已經落入我們考慮 所以我要跟部長你也同意 那我們那個次長也同意 18%可以動 這個也不是 這個是N幾制 就言之是屬於N幾制 這個也不是說所謂的信貸保護原則 你連動都不能動 這個大家觀念上要做一個釐清 好啦 所以我現在就還是要再回歸到說 那 我認為 我們全序部應該要比照超額年金的這個規劃 這公保的超額年金的規劃力的精神 對不對 你現在不能說你現在動 現在已經退休這些人 你連動都沒有動 你所謂的18%的改革 或者相關的這個 所得TDW的改革 你當然也要包含到說 這些舊有的已經退休的人 不是還沒有退休這些人 你說這個節省18% 所節省下來的這些錢 你當然這些錢你帶來回饋 你帶來回饋 到這個退伍基金裡面 來支應新的退休的人員 你這樣才能夠維持一個總體國家財政的平衡 所以我跟部長主張的就是說 也要請教一下部長的意見 那舊的已經退休的這些人 18% 是不是你也認為說這個是可以考慮改革的一個方向 沒有錯嘛 沒有錯嘛 對不對 所以回歸到說 我們剛剛在討論到 新舊年資病濟跟新年資這個部分 部長也很清楚 新舊年資這個部分是 這個所得TDW最高的一群 那上次部長我在這個質詢的時候 部長也提到說 這個有關退休金基數內涵的這個部分 你也認為這個本縫乘以二不合理嘛 對不對 沒有錯嘛 那既然不合理 你說要調整退休金基數的內涵 朝向逐年調降的方式改革 那我就搞不清楚啦 對不對 你假如本縫乘以二 你這個沒有把它確定 譬如說改成按照現有的一個計算 大概是本縫乘以1.7 你沒有把它改成一個固定的一個數字的話 你這個內涵沒有先確定 你怎麼逐年調降 我就搞不太懂 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本縫乘二 因為本縫就是我們薪水65% 乘二就130了 當然是本縫乘二 當然是不合理 所以這本縫乘二 這個二我們必須要考慮 去於逐一降低 至於逐一降低到 比如說1.8 1.7或1.9 那我們一定要計算 我們要計算 第二個我們要跟行政院 我們要溝通一下 所以我跟部長就這樣 因為你的報告裡面寫逐年調降 我真的是搞不懂逐年調降 逐一調降 你應該是說這個要把它調降 你就講白了 你也不要讓公務員說逐年調降 好像大家 今年炒一炒1.9 明年炒一炒1.8 不不不 或者又恢復到2.1 不過我跟陳委員報告 對 我們會調降 調降到一個比如說 沒有一個比例 第二個 這調降的方式 我們是逐年 我們不是說一下子就一步到位 對 我們必須要逐年 對 你那個逐年是多少 一百年你也算逐年 不可能一百年吧 對不對 如果假如2 比如說調到1.7 1.8 那我們就說 可以考究在幾年 所以你的目標大概是多少 我想你研究過 第一個我們現在目標還沒定 最後的目標我們目前還沒確定 所以應該是說 第二個我們確定以後 我們分幾年 因為降低嗎 不是 這個 這個部長 所以你應該的講法是說 退休金基數的內涵 我們要把它調降 對不對 但是實施的方式逐年調整 對不對 你不是說 今年我們計算 本鳳1.9 明年1.8 後年1.7 陳委員幫我文字修正 我的意思就是這個 沒有錯吧 對不對 所以你也認為二不合理 是應該要檢討 比如說大家現在大概試算 我大概試算一下 大概1.7左右 這個部分要把它做一次的調整 但是 這個程度上 實施的年度 過度時期 會有一個過度的一個時期 所以這個部分 我還是要跟這個部長報告 就有關 新救治年制這個部分 其實是大家爭議最大的 那我也希望說 這個有關 這一個不管是18%的這個改革 怎麼樣讓 這一個總體的這個政府財政 能夠得到一個比較平衡的一個設計 不要說 這個受了新退休者 未來要退休的人 那這些舊有的 這些舊的 這些所謂的這個已經退休的人 這些沒有改革 我想現在才是 我們現在其實要 最優先處理才是 我認為應該是舊的這個部分 是必須優先來做處理的 好 謝謝請問 那另外一個 這個再請教一下部長 這個關中院長所提到的不容黑光 漂白 大概是在指說 這個健保局跟老保局的雇員 這個部分 我想立場你們也很清楚 那我也了解 那今天大家在問 這個總統 他提到說 我們會非常關心 那我不曉得說 總統有沒有跟我們院長或部長 打過招呼 或者說表達什麼樣的一個關心 他說他非常關心啊 我想就是說 以總統來講 他當然不希望 兩院之間 對某個事情有所爭議 他當然希望 我們這兩院 我們能夠希望 所以我現在問你說 那總統有沒有表達關心啊 那嘴巴說一說 說我也很關心啊 當然 當然有 他有沒有跟這個 觀眾院長打過電話 或者是跟我們全序 表達什麼立場 說你們考試院不要吵啦 行政院說了就算 我覺得總統絕對不會只是說 那總統一定會打電話給你啊 總統一定是指示 總統的意思 我想他跟院長 或者 就是說 希望兩個院 我們積極協商 那總統跟考試院講什麼 我們兩院積極協商 然後行政院 陳院長也講了 他會指派 就是人事行政總處 跟研考會 宋朱瑞 跟你對口 跟你對口嘛 那你表達立場是什麼 我想 我們會把我們立場講清楚吧 對啊 好啊 那假如說 那總統關心就是 叫你們續院 總統也沒有立場說 那我停考試院 覺得這個是改革 要堅守立場 不要讓國家財政負擔 總統沒有表達支持的態度啊 總統是希望我們 就這個問題 希望我們兩院能夠協商 所以總統的關心 他沒有表達法案的立場 他沒有 沒有 都沒有 那你猜不出來說 總統到底是站在你這邊 他不會只是說 我們反而要怎麼處理 我想總統也不自己做 所以總統有沒有 有沒有 站在改革的這一邊 還是說是站在 挺行政院這一邊 挺成忠院 他只是說希望兩院能夠 把協調 所以你們自己去吵 對不對 當然不希望我們自己去吵 那我們考試院的立場有沒有改變 考試院我們實際上 對外已經講得很清楚 沒有改變嘛 到目前為止沒有改變嘛 對不對 那總統假如說 你要聽行政院的 你要不要改變 不會 不會嘛 我想我們的立場 已經在外 對外已經講得很清楚 對好 你的立場已經講得很清楚 好 那我們是挺考試院的看法 對不對 你不要說我們挺你 你到時候去跟行政院講一講說 總統嘛 總統交代 說這個要考慮到這個黨的這個 這個選舉的利益考量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有選票 所以我們就屈從選票的壓力 我們就考試院上市立場 那你有沒有跟總統說啊 這個我們堅持 考試院我們堅持 我就拿我的烏紗帽賭上 對不對 這個是改革 我們寸服不讓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我們會把 就是說我們的立場 我們為什麼會這麼堅持 主張我們的理由 會跟總統做報告 好 這個這個 部長 我提醒你 下次總統打電話給你講的時候 根據憲法第44條 院記之間的糾紛 紛爭意見不同的時候 是總統要出面 所以這是總統的事情 對不對 總統不能自身事外 不能沒有立場對不對 不然我們這個大家像無頭蒼蠅 你們就去內號 考試院跟行政院 到目前我也沒有看到行政院改變想法 對不對 所以 考試院我今天要表達立場 說 部長你要挺住 院長要挺住 我們民進黨支持你 對不對 我沒有要害你的意思 謝謝 但是我想這個是是非曲折 社會自有公道 我想你也很清楚 也很多不同意見 對你表達的支持 所以考試院要挺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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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